古天樂這間參加新春活動 今年的農曆新年 古仔有留在家裡跟家人一起過嗎 其實每一年都一樣的跟我家人去拜年 然後會在家跟我家人去吃飯 因為其實每一年都 只要一年的時間 要一兩天的可以跟所有人去拜年 所以我非常的正式 這兩三天的時間 新的一年 古仔在工作上又會不會有些新的嘗試呢 其實都是主要都是拍電影吧 對 去年因為 昨天我找我唱一首歌 才有機會做了另外一些事吧 其實今年也沒有什麼計劃 主要是拍電影吧 身為演藝人協會會長 古仔就宣布在新的一年 將會有不少大忌啊 演藝人協會 對 拿到這個池山的牌 今天是剛剛拿到的 所以今天 辦了一個 舉行的一個 滿會 就是希望可以籌款 去幫助更多些會 有需要幫助的人之外 也希望可以幫助到一些有需要幫助的藝人 我們就有更多機會曝光了 香港報導